太清楚欸 我好像沒有人 對啊 哪有人 怎麼會來 怎麼錯誤了 那天我逛街遇到他 康哥 遇到康哥 還可以啦 可以接受 你又喜歡人家了 沒有啦 沒有啦 女人是不是作謊 我相信他們很會說謊 但喜歡你就是最大的謊言 好痛 好痛 不要再走心 不要再走心 剛剛一把刀又插在胸口 拿下來了 是喔 那你覺得 我罵 我 可是有一些 他是善意的謊言 現在有另外一半嗎 沒有善意的謊言 善意的謊言 要回到這個問題 善意的謊言 因為我最怕女生是說 要到了 要到了 結果沒有到 哎呀 什麼東西啊 不是跟他約好了 問他幾點 對啊 你要不要到 要到了 要到了 真的沒有到 這個也是燈灰梗 一起剝好了 我們在自己小的高級 會尿尿的 搭得比較低級啦 第二位是我們這個 馬韻婷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馬韻婷 三圍方便報一下吧 三圍是 三四二四 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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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 三三 這個就好聽 說 說謊 所以我們抓到 看不到 這是 三三點五的 之類的 好 女生是水水不壞 這是什麼星座的 我是牡羊座 下一位是 對啊 下一位是 蔓榮 歡迎蔓榮 三位是 三十二 第一 二十五三十五 什麼星座 水瓶座 可聰明 可是妳為什麼這樣 妳第一位為什麼不問三位 什麼東西 對啊 沒有 可惡 正常 開玩笑 如果你們男生都覺得你們 和我們 察覺不了 我覺得 是因為女生 比較可以用 裝可愛這件事情 嚴釋過去 好比說 其實 有一次工作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 不小心被人家 碰到屁股 但我知道對方 完全不是故意的 然後我就覺得 不是很舒服 可是如果直接跟他說 欸 妳碰我屁股了 就會覺得我很難相處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該怎麼辦 可是我就還是 就是還是要工作 要保持那個狀態 然後之後我就 不小心笑場 就他們就說 妳怎麼在笑場 我就說不是啦 我說沒有啦 我不小心被碰到屁股了啦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說 沒有那麼嚴重 我就說沒有啦 我就覺得很好笑而已 那男生這樣 是故意的 帶妳入土 就是 用這個方式 演示自己的 不太愉悅的地方這樣 這個叫有禮貌喔 對 有禮貌的說謊 對啊 他們現在講話都在屁中究竊 真的 屁股應該不是摸屁股 高姐 高姐怎麼樣 我覺得 可是其實不是女生愛說謊 有時候只是 可能口是心非 比如說 在女生常在路上 遇到人家要賴啊 或是說 欸 我就 嗯 我不太清楚欸 我好像沒有 對啊 哪有人說 什麼狀況啊 康哥 遇到康哥 習慣 習慣 對 我就會說 欸 不好意思 我不常用LINE 就是可能會 對啊 換一個方法說 不要傷害他的方式 對 我覺得不能說是說謊 是說是口試行為 不常用LINE 可是他那種 哇塞嗎 對啊 對啊 我也沒有欸 那你手機號碼就用 WeChat 你家裡就只中油了吧 對啊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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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了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我不太會對我的男朋友說謊 就是因為都很坦白 然後到最後就覺得說好像 好像就變成 必須要說謊 沒有沒有就變成就是對家人 沒有情趣 之後就覺得 這一定會 兩個回去就一見面 好像可以 我覺得我要偷情了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你這個怎麼講 沒有 我是前天還好 我沒有輸這樣 就有的時候其實 男女之間最怕變成習慣 真的 就是每天見面就要習慣 然後 反正最後我就 不珍惜的時候就會很可怕 我就突然跟他說 我覺得好像可以分開了 然後他才說他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覺得好像 就差不多了 那他後來再回什麼 早說嘛 我也跟很久 我就跟你很久了 我要走 那是變成沒有情趣 男女之間在一起沒有情趣 就很掛 就外太像家人 你當時怎麼會 你在說什麼 哈哈哈哈 他還沒問 他還沒問 沒事沒事沒事 音樂停下來 比如說以前 以前的女朋友 以前的 因為是語言距離 因為我來台灣 真的 然後呢 那你每天 每天會通信嗎 對啊 每天會通信嗎 會啊之前是 傳訊息 但是見不到面 所以就慢慢的 他不行 他是哪人 日本人 廢話 哪裡啊 比如他住東京 東京 東京 怎麼樣 是親生人吧 不是 東京 欸 請問一下 高小姐 你會跟男朋友說什麼話 因為我是女強人啊 常常花很多時間在工作 或是出國比賽上 那大部分 男朋友就會覺得說啊 花很少時間陪他 請問你出國比什麼 田徑還是天球 沒有沒有 選美 喔 選美啊 唉唷 我前幾個禮拜 剛從菲律賓回來拿到 世界第四 哇 世界 是蛙式嗎 世界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硬要講比賽 那你會跟男朋友說 男朋友就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我沒有那麼喜歡他 或是花很少時間陪他們 所以這時候就是要 去撒嬌啊 安撫他們 或是要裝可愛 對 然後演藝出撒嬌的戲 喔 就是撒嬌 男朋友看前面 他就這樣 對 然後愛你 我就沒愛想你 這樣 你再剝顏了吧 還在用手機這樣 然後那整個就是 很煩 算了算了 不撒嬌生氣就是這樣 妳工作跟私底下是兩個人 對 我工作跟私底下是 妳工作是怎樣 我之前也是有戲劇類的演出 演戲 演的是也是霸凌人的學姐 沒有沒有 不是我在裡面 演的是一個很甜美的女生 就比較遇到一些小事情 就要哭啊 就要很委屈啊 柔弱 對 然後在男朋友面前就會 比較 撒嬌 對 那妳私底下呢 就其實 滿Man的 就是 比較大辣辣 然後 不屈小節那種 對 不屈小節 妳會 真的會跟男朋友撒嬌嗎 很 少 所以當初就是這樣散的嘛 不是 妳連撒嬌這種小情趣都不做了 怎麼可能 繼續下去 偶爾啦 對不對 我到現在 我還是每天要跟我 不是每天啦 就常常跟我太太撒嬌 我不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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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一定要 像我每天都一定跟他 講大概十次以上 我愛你 嗯 情趣啊 對 然後比如說 沒事就這樣 敬一下 你在幹什麼 哇 好可怕 這很棒 很可愛 走在路上就沒事 我就牽他手 很多人結了婚 愛用行動表現 很多人結了婚幾年以後 他們就不做這件事情 其實這是錯的 他感覺會淡掉對不對 對 我就沒事就這樣啊 是 一定要逗他啊 這樣維持得長久啦 快樂 你參加選美比賽 其實 然後要掩蓋自己的缺點 這是正常的啊 誰會 你選 我跟你講 我缺點就是這樣 沒有 你輩子也選不上啊 就是其實他那標題這樣寫 是在工作上 像演戲啊 model 或是在比賽上面 大家都會想要有一個形象 是女生形象 或是皇后形象 可是其實私底下大家 就是像我個人啦 就是吃飽飯的時候 會打個很大聲 因為你也是動物啊 對 他們不是神仙 就只是說像那個 就是我們也是人 對啊 對啊 像有時候人家會說 你也要吃飯喔 可是大家每次我打嗝 大家就 這是你打嗝的嗎 對啊 打的是對的 有人家說你怎麼 你還要吃飯廢話 我什麼鬼 我什麼西鄉就好 對不對 一定是要 人都一樣 可是他的行為有沒有 氣質而已 是 你不能連著 來就會 一直打嗝 一直打嗝 一直放屁 一直放屁 這樣就不行 對啊 謝謝老師 這樣是不是嚇到人 你不再會 說人家 煩惱 你不再會